欢迎收听由去月有声出品的有声书《武神主彩》 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第2404集 明夜世子 孩子殿下做事遵循本心 岂容你来智慧 明夜世子脸色顿时是一阵红一阵白 此人呵斥完了之后又看向了飞蛾 愣愣道 阁下既然是司空圣帝之人 也知麒麟太子身份 麒麟神国与司空圣帝关系莫逆 你忤逆麒麟太子就不怕遭到责罚吗 还不快回头是岸 飞蛾的脸色冷却 该回头是岸的是你们 我警告你们 莫要给神国带来祸盾 好大的口气啊 明夜世子瞬间就读 麒麟太子 你听听 这人太嚣张了 哼 麒麟太子冷哼了一声 杀气大致 闭随 麒麟太子身后的一名强者冷喝了 明夜世子 哪有你说话的份 话音落下 此人突然拦住了麒麟太子 太子殿下稍安勿躁 这是一名老者 气势不凡 他双目深邃 盯着秦臣 却见秦臣至始至终 都只是淡淡站在那里 始终是和这里的冲突 与他无关隐 此时老者盯着秦臣和飞蛾 然后对着麒麟太子 缓缓说道 殿下 今日是司空尊女驾临 难得如此盛会 乃是一场盛事 且不可为了几个蝼蚁破坏了盛事 不如 暂且绕过他们几个 等尊女离去之后 再来教训此人也不迟啊 麒麟太子殿下 莫劳所言不错 为迎接尊女 灭杀这几个蝼蚁 不过是弹指之事罢了 何须急于一时啊 如今尊女大人即将降临 殿下不如好生准备 莫要开了啥戒 周围亦有人劝阻 哼 也罢 现在周围这么多人都开口了 麒麟太子目光闪烁了几次 最终也只是冷冷地哼了一声 对着秦臣 冷然说道 小子 你可要当心点 你杀我十八弟 此事绝对没完 话音落下 麒麟太子收敛气息 转身离去 无视秦臣一行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让神皇仙子 甚至是明夜世子等人 都是一脸的恶然 这究竟怎么一回事 麒麟太子居然是 停手了 这也太仁慈了吧 此时此刻 所有人都是惊恶 特别是神皇仙子的几人 都是一脸懵逼了 之前 他们紧张的 一颗心 都快要提到嗓子眼了 可谁知道 峰回路转 转眼之间 麒麟太子竟然是放过了他们 这也让他们几个莫名的 感到了 松了一口气 同时呢 回过神来 这才发现自己浑身凉嗖嗖的 后背都已经被冷汗给浸湿了 堂堂天骄人物居然是会被吓得一身冷汗 这传出去怕是会颜面尽失 但是 神皇仙子几人却是没有丝毫的不好意思 能活下来一命就已经是极为不易了 大人 属下无当 让大人受惊了 若是这麒麟太子出手 属下拼死 也不会让大人受到半点伤害 这时飞蛾回到了秦晨的身边 神色恭敬 心有余悸 他也是不由地松了一口气 还好麒麟太子收手了 否则一旦战斗起来 他怕是也是难以抵挡的 你放心 这麒麟太子绝对不会出手 秦晨突然淡淡笑道 飞蛾一正 疑惑地看了过来 大人 您为何会这么说啊 神皇仙子等人 也是疑惑地看了过来 不明白秦晨此言的原因 秦晨笑了笑 并未解释 因为他早就看出来了 麒麟太子这样的人 看似鲁莽 实则是万分谨慎 喜欢谋定而厚动 虽然以麒麟神国的地位 的确可以不怕飞蛾 但是飞蛾好歹是 司空圣地的巡察使 而且对自己如此恭敬 在没弄清楚自己底细之前 麒麟太子怕是 绝对不会轻易动手的 唯有在彻底 弄清楚了自己的威胁之后 才会决定如何处理 之前他三番五次地喝止 目的就是想让飞蛾 他们惊慌失措 从而暴露出自己的身份 只可惜 神皇仙子 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身份 飞蛾更是不敢说出自己的身份 导致麒麟太子的手段落空了 这样的人 秦晨早就已经看穿了 不仅是秦晨 之前的麒麟太子身后的几人 也已经看穿了 所以才会对麒麟太子如此开口 目的就是为了给他一个台阶下 面色淡然 秦晨没有理会 麒麟太子等人 静止地走向了通天风一侧的崖壁 那里是观测 整个黑暗祖地最佳的位置 另一边 麒麟太子目光阴沉地看着秦晨 正如秦晨所料 麒麟太子显得克制 除了是他好不容易组织了这一场迎接司空尊女的仪式 不想还没开始就搞砸之外 更大的原因是因为他有些摸不透秦晨 在他的目光下 秦晨来到这通天风一侧的崖壁之前 仰望远处的黑暗祖地 眼前 整片黑暗祖地笼罩在了黑暗之中 朦朦胧隆 看不清楚 因为整个通天风威合 让秦晨能够观测到黑暗祖地的大半地狱 就见到黑暗祖地之中 一座座古老的血坟耸立 每一座血坟都是散发出令人心计的气息 如同是繁星点点矗立在了黑暗祖地之中 顺着视线眺望过去 就看到了远处的黑暗祖地的深处 有着可怕的黑暗本源涌 如同是深渊一般 令得人心静 秦晨凝神 眼神仿佛能够看穿无尽的虚妄一般 心中凛然 他隐隐地感受到了这黑暗祖地深处 绝对是有某种了不得的东西 甚至是禁忌般的存在 甚至是 秦晨从那无尽的黑暗之中 似乎看到了一座宫殿 若隐若现 那是司空阵的行宫吗 秦晨皱眉 那座宫殿 悬浮在了一座神山之上 因为距离得太远 让人分辨不出来端倪 但是可以看出来 那座宫殿的位置 和下方远处即将虚化的血坟 明显是处于一条线上的 有一种特殊的契机萦绕着 短时间内 秦晨暂时还看不出来两者的联系 但是秦晨可以肯定 这座虚化血坟在这里 绝对不是偶尔的 而是某种特殊的缘由 秦晨的眼神渐渐地凝重了起来 他抬头 看到了这黑暗阻地 尽头的这片天地融合在了一起 甚至是和这无间魔域 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存在 黑暗一族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秦晨心中喃喃 神色阴沉 此时 在秦晨的身边 飞蛾几人也都瞪大了眼睛 眺望出去 试图尝试着 顺着秦晨的目光看过去 但是 他们却是根本看不透 眼前的迷雾 全都是一头雾水 不明白秦晨到底是在看什么 通天风 虽然传说是 黑暗阻地中最高的山峰 能够看到大半个黑暗阻地 但是亿万年来 无数黑暗一族的强者来到这里 试图找出黑暗阻地中的一些秘密 但是全都是无功而返 约魔之主 你能感受出来 魔魂元气的位置吗 秦晨眺望了许久 对着混沌世界中的 原魔之主说道 主人 给我点时间 绝对没问题 原魔之主信誓旦旦 此地 能感知到大半个黑暗阻地 而魔魂元气 身为我 原魔族质保 绝非是任何地方都能保存 唯有一些特殊之地 才能容纳 魔魂元气的存在 给属下一点时间 属下定能定位 这魔魂元气的大致位置 很好 秦晨点头 内心有着一丝期待 他神色淡然 开始感悟 整个黑暗阻地的结构 推算周天星眼 此时 在另外一侧的街区 麒麟太子等人 则是时不时地 将目光冷冷地看着秦晨 在麒麟太子的身边 明夜世子愤愤不平 他不明白 麒麟太子为何不杀了那小子 倒是之前开口的默性老人 很清楚麒麟太子的想法 也对秦晨的来头 有些摸不着头脑 因为啊 他们也算是 黑玉大陆中的老牌强者 有几个 也和司空圣地的 有些莫名的联系 但是呢 却从未听说过 司空圣地中 有这样一位人物 司空圣地 乃是司空镇大人掌控的 虽然是职场 黑玉大陆的三大势力之一 但是司空圣 其实啊 并未往黑玉大陆 派遣多少年轻弟子 再者 他们绞尽脑汁 也想不出来 司空圣地之中 什么时候有眼前 这么一个天桥了 айте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